我是英童 歡迎回來 現在虛擬貨幣成為了 最近非常流行的投資管道 那如果要高效率的挖到比特幣 就必須要擁有挖礦基台 不過台北市行大最近破獲了 有集團為了要省下 挖虛擬貨幣的高額電費 就請工人到路邊的便電箱 偷偷接電 一年下來台電的損失 就高達一千六百多萬 現在一共有六名嫌犯 全部都被抓到了 台電員進到嫌犯躲藏機房 一拿起工具測量 從外面偷偷接的線路 真的有電流通過 一旁好幾台顯示卡 也一閃一閃正在運作 但這些機器用的電量 全都是從便電箱偷過來的 這群挖礦集團 透過虛擬貨幣賺錢 但卻為了省下電費 在北部設立四間機房 專門偷電 一共六名成員分工相當細膩 一年下來台電的損失金額 就高達一千六百多萬 他們偷電的方式是利用 未經過電表 那私自架設電線網路 那進行所謂的挖礦 那因為他們使用的電量 非常的大 那也造成台電有巨大的損失 警方在現場一共查獲 四十四台挖礦機 現今兩百多萬 還有一部名車 現在這些證物 都會被拿去變賣賠償台電損失 至於這群偷電集團 也通通落網被一切到罪嫌移送罰辦 華視線網站是張英文特別報道